这是泰拳王子波球最离谱的一场比赛 他居然在比赛的刚开始就被对手的前手拳击倒 然后狼狈地倒在地上 甚至在接下来的一分钟 波球就像丢了魂似的 站在擂台上充当沙包 这还是我们认识那个横扫一切的战神波球吗 此战发生在2009年 虽然波球曾在K1两次拿下世界冠军头衔 但这个时期的波球却发展得并不顺心 在前面的几场比赛中 先是被佐藤佳阳一拳KO 成为当年最大的冷门 又被克劳斯成功复仇 职业生涯再添一败 曾经的那些手下败将 如今都骑到了自己的头上 波球哪受得了这一等屈辱 在连吞两次败气之后 波球选择了闭关修炼 而今天的这场比赛 就是波球在长达五个月的闭关之后 首次回到了久违的拳台 而这位戴着虎头面具 走路摇头晃脑的男人 就是波球此战的对手 他叫做安德烈·迪达 也是综合格斗和战力 同时进行双休的选手 虽然这听起来是牛逼哄哄 但实际上除了出道时代野鸡赛事 打出了一波六连胜的成绩 后来的比赛都是最佳配角 进入到战力格斗之后 也只赢下过一场比赛 所以这场比赛挑战波球 无论是观众还是保安 甚至是后台的宝洁大娘 都在等着看他挨揍 因为他即将面对的 是一位征战擂台十年 有着上百场经验的怪物 能够在擂台上活下来 就算是祖宗保佑了 迪达虽然是新人 但表现的却十分积极 并没有破于波球的威名 而猥琐发育不敢出手 相反 当比赛进行了40秒 迪达突然冷不丁地出拳 也让经验老道的波球防不胜防 瞬间狼狈地倒在地上 但波球毕竟是波球 铁下巴也不是闹着玩的 立马站起来面露微笑 心想这小的油两把刷子 迪达在击倒波球之后 信心和功力也突然大增 双方回到擂台后 对着波球就是猛攻 显心让波球招架不住 波球只能护着头陷入的被动 当手回合还剩下一分36秒 迪达再次顾忌重施 一记左拳又快又准 波球在被击中的同时 本能地挥出了前手拳 但迪达却身体前倾 完美化解挥拳的同时 右手重拳也准备就绪 波球被击中后有些紧张 机器右臂就要格挡 但迪达就像是早有预谋 左手拳miss的同时 也打掉了波球的防守 紧跟着又是第二次重击 虽然这一拳有惊无险 但迪达并没有就此罢手 而是要将波球彻底的赶尽杀绝 在追击过程中 打出了第三次重击 这一拳打得波球摇摇晃晃 波球连退竖步靠在了边绳 迪达虽然是新人 但这一套组合拳 可谓是老谋深算 两样台下的观众捏了把汗 每一次出拳堪称显向还生 但好在波球的下巴过硬 否则随时会被一波带走 迪达猛虎下山的攻势 也让他赢下了第一回合 阴沟里翻船的波球 也被对手彻底激怒 心想小兔崽子 看球哥一会怎么收拾你 回到了一台的波球 也终于抄起了泰拳的武器 远距离就用腿法控制距离 近距离就用吸法撞击了一股 再不行 咱还有低扫和摔法 这才是泰拳的战斗精髓 总之就是不能让对手感到舒服 一度被封印的战神 也逐渐的开始觉醒 好久不见的节奏感 也牢牢的被波球捏在手里 接下来两个回合 波球也越打越兴奋 并完成了绝地反击 当三个回合结束之后 裁判认为双方不分宣制 并提出要你俩再干一场 胜券带握的波球 自然也不会介意 多花一些时间来教训对手 虽然这一战 抵达是毛坑扔炸弹 奋发图强 也险些在首回合 用重拳干掉波球 甚至是一战成名 但迪达却万万没有想到 波球的抗击打能力 竟然会如此的变态